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讲 OTC市场正式跌破近期大量区的低点 有些OTC的个股 我从上礼拜就说过 如果它在高档爆巨量式的长黑K 隔一日在最近里面持续的走低 你要先行去做避开 那集中市场上面它是这样说的 它收在17,137点的一个位置 下跌了150点 但是量能是萎缩的 那如同我们在之前讲的 本来它就在进行一个KD指标 高档交叉向下它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在之前就提醒过大家 你一定要非常的留意 资金流向比的变化 比如说市场上面适度的投机 它是一件好事情 它代表人气上面的回升 可是当你市场上面过度的投机 上个礼拜四上个礼拜五我都洗一洗你 9点半之前电子个股的资金流向比都高达88% 这个部分曾经出现过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的出现是在8月24号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提醒大家说电子资金比重 占大盘80%以上 你要留心它后座力 对不对 我说当时候你就要去想 8月24号的时候 当时候你要去想 造成电子资金比重高达80%以上 是什么族群 它是AI 伺服器相关的概念个股 好 那在这一次里面 在整个这个时间点 我们提醒大家 无论在上个礼拜四 无论在上个礼拜五 我就提醒过大家 你要随时留意资金流向比的变化 当你的电子来到80以上 像上个礼拜五 80以上 它到收盘它降到了70几 一成跑到哪里 一成就是在上个礼拜五 台北股是非常的政治化 也就是说蓝白不合之后 大家想象中 你本身来讲的话 执政党是很容易赢的 所以不管是在 它的政策上面的绿能 或是国防军工的概念个股 它是比较强 那在今天里面又来了 它从百分之70几 降到了今天只剩多少 百分之64 又降掉一成 那这个降掉的一成 它跑到哪里 它跑到了生剂个股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探讨到生剂个股 这个生剂个股里面来讲话 它今天主要是讲说 中国大陆 它的每一张剧里面 传染力上面来讲是很严重的 怎样怎样怎样 那我问你 再怎么严重 会比COVID-19严重吗 它是不是之症吗 你要先搞清楚 它是属于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它属于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 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你说你要去找一些所谓的 跟上呼吸道感染的个股有关系的 那我无可厚非嘛 可是你要知道 它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它不是不治之症 它是可以去治疗的 不管是上呼吸道感染的学民药 或是你要去打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现在已经是 整个全世界把打了N年了 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疫苗 那也就是说告诉你说 因为冬天本来上呼吸道的感染 它就是会比较大 可是你回头去想想看 生剂个股我们在之前就讲了 在过往里面来讲的话 它会有几件事情 一个大盘不好 它容易长 今天就大盘不好 它容易长 第二个就过往的经验法则 第四季买一些生剂个股 容易在上半年里面去赚钱 但是生剂个股里面 在今天涨的 然后怎么 两天戴口罩的 或是洗手的 不是不行 因为它跌很深 本益比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 低位皆可以去做补涨 但是你不要认为 它们可以涨到跟COVID-19 一样的获利的数字 或是一样的钱 因为口罩现在 中国大陆做的比我们还多 比我们还便宜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可是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大家看几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台湾股市今天特别弱势 台币是升值的 跟大陆比 跟韩国比 跟日本比 跟香港比 我们特别弱势 那这个特别的弱势 当然跟美股的盘后盘 它的下跌是有关系的 跟挥打近期的拉回 它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台湾很潜跌 在之前里面的电子个股过度投机 你现在涨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就是因为它低价 同板个股 你就是因为它位阶低 你也不管它亏钱亏到哪里去 你就随便去买 那过度投机的情况中 使得电子个股资金的流向比 高达百分之八十八的时候 全部都在投机个股 你觉得这个跑得远吗 跑得久吗 不是嘛 那大家只是在想 我不要当最后一只白老鼠而已 那进去去做 抢钱的一个行情而已 所以我觉得电子个股的筹码 结构上面 它需要重新的调整 也不是说电子个股都不行 因为你百分之六十的电子个股 在上面 它就是传丁电轮动 除非你的资金流向比 降到六成之下 才是非电式主流 那这个部分 你还要再去做观察 可是在今天里面 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大家拼命去追 拼命去拱 那个OTC的一些小型个股 那如果它基本上 它只是低价 它没有基本面 那在这种过程中 你在这种 我就说集中市场没有问题 它并没有报大量 但是你OTC在之前 11月23号 它报了一个量 报了一个量之后 它不管昨天 不管今天 一直在出现上影线 有没有看到 标准的位置固定的上影线 标准的位置固定上影线 这一定是冲高 都有人在偷卖 那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KG指标 也正式交叉向下了 它就要进行一些的整理 只是它有报过大量的下跌 跟集中市场 没有报量式的下跌 它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它是属于OTC的市场的个股 它的高档有出现 巨量式的长黑K 集中市场也一样 尤其在投机个股 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认为 你不会是最后一只白老鼠 那你基本上 我说你要买这一类型的投机个股 你赶进要赶出 你不要说你赶进 赔就不出 那你不适合 那你就记住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日KG交叉向下 我是不是在之前就你讲了 11月22号 不是今天吧 11月22号我就讲了 日KG交叉向下 如果是有效的就短卖吧 你做短就卖 今天已经是27号了 整整来讲话 五天差别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电子资金比重 里面降到六到七成 它是一个传经电轮动的现象 降到六成以下 才是非电式主流 所以不要认为电子个股 一定不会表现 重点是你必须把大均 拉回到什么 主力均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一直停留 在投机个股 你一直停留在投机个股的时候 现在里面投机气氛越来越高 你投机人家也可以别的个股投机 升级个股里面低价个股 也可以投机 船长个股里面 那个选举概念股也可以投机 我为什么一定要投机到你这些 灰险的电子个股呢 不可能嘛 所以越投机 当大家越来越投机 这个资金就会开始分散 分散分散分散之后 你原来里面来讲 比较投机的个股 你是撑不住的 你不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是如果你是业绩个股 你是有机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是大家自己稍微去做留意 那我说当你的KG指标还在修正 因为你不知道他修正到指标50 或是指标20的时候 所以你的一档个股资金介入 一定要切割至少成两份 你不要一次买满 或是你就是做短的 不见兔子不杀鹰 你就静待日KG指标 重新交叉向上 你再去做进场的动作 那现在我说上周四上周五 电子资金都到达80%过热 我说尤其是一些低价IC设计个股 如果降到七成之下 就是传经电轮动 电子降到六成之下 则非电变短线的主流 而且轮动的速度过快 我问大家 我们来建议大家 保留现金部位到三成 你说今天跌下来 你才怪鼠方我 那我接受 可是我在22号 我没有提醒过大家了 我在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提醒过大家 电子过热 我都提醒过大家 你不要等到今天里面转落 才说你都不早讲 鼠方早就讲 我说如果是我用一个 跟台面上面老师都一样 死多头死空头 我不需要跟你讲这些 大家回头过去想想看 一万八千一百六十九点的空头的时候 谁预先告诉你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谁在讲通膨 在去年的十月 谁告诉你出身段 今年三月 谁告诉你出身段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谁的一种操作 不是一昧的 每一天只会讲涨停板或是涨 他会有在高档上面 保守性的操作 他会有在低档上面 逢低承接的勇气 他会把行情上面 做一些的规划 当危险讯号出现的时候 我不只告诉你而已 我跟我们的会议朋友 也讲得很清楚 现金比例拉高到三成 操作上面来讲 资金采取到切割 这在这个节目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那OTC正式跌破226.08 他有转落的现象 那大盘集中市场的支撑 就看月季线所在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回过头来来看 整个一个美国股市 道琼持续的走高 这个当然有一些传产个股 那你来看 这是纳斯达克 这是废半 那这原因就是之前最强是废半 最弱是所谓的一个道琼 那在最近里面就变道琼比较强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中白理论 天平理论 大家自己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我们刚刚就有谈到 不是说今天大家都说生计好 你就生计好 今天大家都说军工国防好 你就军工国防好 那种都是做短的 你也不可能天长地久 对不对 所以在这时间点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的分析 就像在今天里面 生计个股大涨 那你只要知道 什么梅张菌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刚才讲了 这个叫上呼吸道的感染 这个就是流感 就跟流感是一模一样的 那每一年的冬天 就是会有流感 那这个当然 你要吃一些抗生素 上呼吸道感染的药 这就是学民药 学民药的部分 或是你就去打一些的疫苗 但是我们台湾的疫苗 请问能够到中国大陆去打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中国大陆不会买我们的疫苗啊 你自己要知道 那勤洗手 洗手概念各国 口罩概念各国 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啦 那跌升自然会反弹 但是也不可能大赚 所以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己因为生计展 就是在这个礼拜 它会发生 当然在生计展开始的时候 有些的股票 过度我说过度投机的 可以涨归可以涨 尤其那低价的生计个股 你就赚了就跑 像抢银行就好 那生计个股里面 你还回归到一些学民药 新药原料药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 比较有获利的 对你而言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大家回头去想想看 鼠方从上个礼拜来 讲的事情 我说我所有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一个事情 都会事先来告诉大家 我如果只是在强调 强调我就跟你讲 我上礼拜多厉害 这个选举上面蓝白不合 我就怎么样去操作 在极短线的当冲 选举概念个股 我有这样演吗 我说我连讲 我连当冲的股票 我都不讲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是做短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一件事情 我从之前我就有做规划 我说梦想启航的企划 不是来自于一天 不是来自于两天 我本来就是在等这一次 台北股讯 这一次涨多之中 它的拉回 它的震荡 我们再去做低阶 现在是不是开始了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的验证 所以在这个过程最中里面 我们趁着拉回 我们趁着震荡 去选择2024年 成长的基优个股 去逢低去布局 去在2023年提前去卡位 等到2024年 那你不就是效盈指数 攻过17463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 差那个几十点 重点是在于会期 我从三月份才起算 你说你现在跟着我 不管指数高与低 不管指数的压回与否 会期都还没有起算 但是你已经可以跟上 我们全新投资组合的 一些的操作 那这个时间点 你也可以享受 最大的优惠价格 最长的会期 因为会期三月份才起算 来效盈2024年 重新的一个多头的航行 也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趁着好的个股 被错杀的时候 才能够用便宜的价格 去买到 所以在这时间点 要跟随着鼠方 我说鼠方 不会去表演成 自己是一个股神 每天都在讲涨的股票 我说不是 我会跟你讲的是 资金流向比的变化 这是来自于尊重市场 来自于怎么高低档 策略性的风险 不同的时候 运用到不同的策略 我跟你讲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事先看到的一些的风险性 我们更可以看到 2024年业绩成长股的愿景 所以你要趁着这个时间点 大盘正在修正 整理的格局的时候 跟着我们逢低买进 2024年基优个股的投资朋友 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那我们开始下一期的定调 假设你是存选举概念个股里面 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基本面 假设没有基本面的概念个股 基本上你是做短为主 做短为主 那至于在生计概念个股里面 来讲的话 整个梅章菌的部分 没有你想象中的一些的严重 你可以做短 但是如果你在生计个股里面 你要去做长 那基本上你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 我们在之前的低档曾经告诉过你1795的美食 他短期中我要先跟他讲 听清楚 第四季非常淡的淡 没有什么算钱 所以在第四季之中 高出与低进 一路到12月份之后 你再持有他 今年大概15块左右 明年17到20 这是你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如果你要第四季业绩比较好一点点的 大概就是台药 4746不是6274 47464129 这是随便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 像1477的巨洋 我当时候就跟大家说 当时候的电子个股资因比重是七成之上 那时候的一个巨洋是300 我说这个就是奥运概念个股 随后涨到400 因为他传统第一季跟第三季是旺季 二跟四是淡季 说他第四季是淡季 所以你自己要去留意 然后你拉回再慢慢去买进 那这是明年里面 法国巴黎奥运去做留意的 那我说运动概念个股 他都有个逻辑 譬如说先涨衣服 再过来涨材料 做衣服的材料 那我说那4766的南保 你看他这一波涨幅很大 南保他是做什么 鞋子材料的 当你看到南保的股价 长成这个样子 那你就要注意鞋子 鞋子就运动鞋的部分 运动鞋很多 我上个礼拜 我说你不要去追 你慢慢去留意 就像你巨洋 也是要慢慢才看得出来 那个成长的空间 你看这个多低 我没有跟你这样讲 就像我4919新潮 说你做长的那时候 一百二十几 我说你自己去注意 安全 今天最高一四五 你不要一四五才去追 市场上面就是这个样子 天鹰四半 想要追高 又不敢买那个高高在上 因为怕什么 怕现在股跌 所以都是这些低位 我当时一百二十几 就告诉你新唐 那9802的预期 你也不用急 你慢慢去买 这都是明年的奥运的概念各国 那还有一些传产各国 都是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有人就问我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说那2059的川湖到底算电子股还是算传产股 因为它叫2059 因为它是跟所谓的因为有跟原物料的一个报价上面有关系 它是做线性滑轨的部分 其实都算了 因为它主要做的是线性滑轨 线性滑轨的部分就是运用在自动化设备 产品线或是未来的机器人 我说AI里面来讲 从AI伺服器到ASIC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就是到消费性产品 AI PCNB AI的手机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AI机器人 AI机器人 如果你看到一个长得像鼠方 也不能说像鼠方 比鼠方还美 更漂亮的人 它取代人 在播报台上各方面 那就是最后AI要发展的一个终点 那你可以发觉它走得很稳 那你拉回自己去做留意 今年大概是33上下 明年是4043左右 那像这种各国我已经讲了 准千金概念各股 因为它应该是其中一档 那至于ASIC未来里面到第二部曲 是百花其放 所以IPNRE全力经收入的公司绝对好 明年会觉得好 为什么绝对好 你中美贸易战会打 会不会继续打 我告诉你继续打 美国不管是现在优势的川普 或是拜登 中美贸易战会不会继续打 会打 只是两个人 他的打法不太一样而已 那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中国大陆 它既然成熟制成 已经发展到七奈米 也代表它有些东西 是可以去做的 可是你认为中国大陆 会放弃现在全世界里面来讲 最重要的AI吗 不可能 那你要如何 因为现在的AI 以今年而言的AI 就是七奈米到五奈米就够了 那七奈米中国大陆中心就做得到 那所以在这种过程 它一定需要我们台湾的一些IPNRE的公司 我们有些就是往欧美跑 有些时候是在中国大陆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你自己去做留意 所以不管微软 它下三年的订单给创意 不管是在所谓的一个亚马逊 它算下订单给世新 或是未来中国大陆里面 有一些的公司 下订单给所谓的威胜也好 或是金星科也好 或是Meta下订单给金星科 这很多的公司都可以受惠 所以IPNRE的公司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留意 那再过来到明年的AI 明年的AI会7奈米吗 会3奈米吗 你联发科两颗大心脏的大核心 你7奈米跑得动 我随便你 或是整个AI伺服器B100 B200 跑得动 跑不动 所以那个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整个半导体就会正式什么 正式进入到3奈米 或是类3奈米的时代 所以3奈米的耗材 或是3奈米的设备 这个部分里面你留意 那设备当然有了 加灯是主要的 再过来什么帆宣 或是有些耗材 什么什么 中砂拉那一类型的 那你自己去留意 那我个人认为 因为基齐上面而言 3680的加灯它比较低 那再加上它题材会比较多 因为中美贸易战 它会左右逢源 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有设厂 那如果你选举概念 个股里面 它有没有国防军工 有 它有开始跨路到 并购掉国防军工的一些的公司 所以它的基齐比较低的情况之中 你自己留意 今年14块左右 明年会25块 那如果25块的话 它的本益比应该会有20倍以上 本益比 所以长期的操作的空间 你是可以稍微去做留意的 那至于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很多的个股上面的机会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时间点 鼠方跟你讲的 整个财富启航 梦想计划的计划专案 不是告诉你 叫你去做追高 我早就预告说 11月份一定会有个 涨多之中的拉回 而这个拉回 就是我们提早卡位 2024年业绩成长个股 最好的机会 你要跟上鼠方 在盘中的操作 而会期呢 我们从明年里面来讲话 三月才起算 但是我们的操作 不会等到三月 我们在最近里面 已经就开始 全新的投资组合的转换 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而会期从三月份才起算 你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而会费上面最大的优惠 那我只能告诉你 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财富梦想起航计划 先行卡位2024年 业绩成长个股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逅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